我们结婚十年了 从一开始的白手起家 到后来开了一个建台公司 生意也算做得分身水起吧 前几年一家人过得还是挺幸福的 可是现在却大不如前了 经济状况也出现了非常的紧张 压力也特别的大 我想让他出去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 给我和孩子多想一想 给我们一份安全感 但他现在目前的状态 让我感觉看不到我未来的希望 不知道这样下去 我们还能够坚持多久吧 这对夫妻的婚姻之路该怎么走呢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灰38岁来自安徽代业 女嘉宾小灵34岁同样来自安徽代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迷茫了是吧 是的 希望他能脚踏实地是吧 对 刚才小片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背景 就过去是开公司的是吧 对 过去是开了一个建材公司 然后我老公呢 他也是在做一些建筑方面的一个工程 之前呢 做得还可以吧 就是近几年 主要是一个他出去乱投资的问题 基本上所有的投资都是有去无回吧 然后现在呢 没有说去找一份工作的意识 明白了 就是多股东呗 投资了几回啊 投资了三回 怎么样 都基本上失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没看准项目啊 还是运营的不好啊 其实开始还是有点赚的 我也是比较好的朋友 叫我一起去投资的 他投的比我更加多 在我的眼光里面投资了什么并不重要 恰恰是你妻子有一句话 在我看来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 他说你这些投资都没跟他商量过 是没跟他商量过 那我就很好奇了 你们俩一起创的业 对吧 你们俩一起挣的钱 他又是你老婆 你为什么投资不告诉他 因为当时我去投资的时候 我也很生气 我辛辛苦苦做工程的外面 长了一点积蓄 然后我开了一个建材店 他天天就建材店又不赚钱啊 这个地址也不好啊 门面也不好啊 干这个也很啰嗦啊 社会服务也很多啊 还是你做棍城得了 把这个店把它关掉了 后来我见他这样 不情愿地开这个店 后面我一气之下就把它关掉了 关掉了以后 我棍城那边接不上 那时候正好 我那朋友在上海那边 投资了一个项目 当时我去考察这项目 他在家里面 我去上海了 隔得很远 所以当时我就没有告诉他 其实说到刚才就说 开建材店这个事儿 我也有话要说 因为之前我们 他是做工程的嘛 做建材这块 说自己能用得到 可能说旁边还有朋友啊 然后那些 合作伙伴搬秤一下 主要是 这一文两年那个时间 主要我们选址也是选错了 选在二楼 而且现在市场 也越来越激烈了嘛 做的人也多 所以说生意的确不好 而且也说压了很多 大量的资金在里面 我是想着边做吧 边把这些东西处理掉 先把资金回容 而且当时小孩 也是我一个人在带 当时孩子多大 当时孩子刚好准备上幼儿园了 五岁多 现在孩子多大 现在孩子九岁 现在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我现在就是想让他 找一份踏踏实实的事情 从头再起吧 不要说等那些 虚无缥缈的东西 不要想着以后 以前那些投资能够再回来 换而言之在你的眼里 现在的重心和重点 还恰恰是要判断一下 投资对和不对呢 是这意思吧 对 重新再起 做什么呢 我现在想让他做的是 就是踏踏实实的去找份工作 上个班也行 因为毕竟有孩子要养 还有老人 对不对 这些也要花销的 最主要说先挣这样的一份钱 能够支撑一下 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 那您现在是全职 我现在不是 因为我两边都要跑嘛 家里孩子也在上学 然后爷爷奶奶在带着 但是他们不私自 我也要回去 就经常 如果他考试啊 都会要回去的 然后这边呢 我也要看着他 其余的时间呢 我是用来接一些兼职来做 你指的两边是指哪两边 安徽老家 安徽老家 孩子安徽老家 对 你们夫妻俩呢 我们夫妻俩 在那个上海那边 你们夫妻在上海 孩子在安徽 所以你是上海 安徽两地跑 对 到安徽是 看孩子的作业 是吧 主要是辅导 他如果说 要考试的那段时间 我会回去辅导他一下 在上海是看男人 对 我就怕他再出去下投资 说实话 挺辛苦的 现在家里也没钱了 还投什么呀 还有钱吗 比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没有以前多 还有点积蓄是吧 还想投是吧 不多了 不多了 也就是稳定家庭的一些开支 日常开支 也就只能 那就赶紧工作去呗 这又啥 你怎么想 因为我们开始 从走上社会 就一直基本上是 一个创业的状态 我从来 也没有给人家 去打个公司里面 那些技术啊 有些高文化的东西 我也不懂 我学历也不是很高 我就想 现在踏踏实实地 跟朋友 在一起踏踏实实地 做些项目 之前我们做的项目 亏本了 但是我现在 也整洁了一些经验 以前做的都是虚拟 我感觉到现在呢 我想这套八戒的 投资一些实体的人来做 但是他也是不认可 老师要我去打工 他感觉到 你万一投了再亏了 怎么办 一招被手咬 十年怕谨慎一样 太谨慎了 凭我在社会上 打拼了十几二十年 我的社会的经验 还是有一点 我相信 我能找到 一些合适的项目 能赚一点 反正说来说去 你就出去 还是要跟你那些朋友 去合伙投资 对吧 你是不是三次投完之后 他天天在家里唠叨你 天天就埋怨我 抱怨我 就像这样吧 你觉得我能不抱怨吗 首先我们的生活质量 也是下降了很多 然后再一个 我顶的压力也很大 你知道吗 现在家庭的开销一个 然后再有一个 以前是什么样的 然后现在是什么样的 那肯定不一样了 以前什么样 以前你像 他每天有 这边有事干嘛 对吧 出去 就是说意气风发地出去 这边是创业 是实体 对不对 然后回来也是挺好的 然后天天高高兴兴的 大家一起 然后现在一提到出去 出去干嘛呀 要不出去就跟朋友喝酒呗 问他为什么喝酒 他说不也是找找项目吗 下次找找人员 下次以后做什么事情 都是要整合资源的 都是要人卖的呀 他就这样说 而且最后一次投资 还说得更可气的事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 前两次投资了 第一次没告诉我 第二次是打包票跟我说 肯定能赚钱 我就想着 我就相信你 反正没多少钱啊 当时投了 也就几万块钱吧 十万块钱就不到 我说当时还行 第二次投了 过几天就黄了 说实话 第三次的时候 主要是第三次 他跟我说 骗我说 说是就是一个朋友 他确实是开公司的 开建筑公司 开得特别大 可能几千万的 善意的身价都有 他说以后 可能说做建筑啊 跟着人家去做嘛 肯定要去 人家过生日做寿 就跟去表示表示 热闹热闹 然后我就飞到重庆去了 当时我想着 人家挺好的 人家毕竟说做实业了 我也挺放心的 然后一跑去 在那里 确实先是狂欢了几天 然后呢 过了几天之后 回来他告诉我 他们老总做一个 特别赚钱的 就是有实体 可是那个平台 现在都封住了 根本都没有的 我估计你在家里 可能经常拿这些事 损他吧 损他其实还好 我主要生气是什么 被子我投资 我们是共同财产 我们自己赚的 辛辛苦苦的 也没有说 家里也没给你分钱 我问你啊 他状态好的时候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这个男人可能 最近已经变得 就是有点蔫了吧 他也有点郁闷吧 说实话 因为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突然间就 就是从一个男神是吧 商业男神 突然变成一个投资的白痴 对 我就觉得 差不多是这样 你看 对 我就觉得 他那些朋友 感觉有点不靠 不说 不说 特郁闷吧 郁闷吧 也非常郁闷 但是我感觉到这里 失败了 虽然失败了 但是我还是有信心的 再不管怎么样 你下面做什么打算 要有信心 我下面 我就是现在考察的 是讲 我那个同学 在那边 开了个餐饮连锁 这块 我想投资这块 做餐饮啊 做餐饮连锁这块 也就是早餐这块 他一下子三年时间 到四年时间 在城市里面 他那个城市里面 就发展了十几家 差不多二十家了 连锁 有模式 你就是投资 做股东 不是 我想带你 他这个加盟他们 有管理团队吗 管理团队 我们现在也就是讲 他老是没用我嘛 本来我有 想就是运作这块 想去筹划这块 他老是讲 你又去喝酒 又去应酬 又跟那些朋友去 又想投资什么 他老是讲 就不理解 认为我前几次 投资失败了 我接下来 投资远远就不会成功了 所以呀 一直走劳我 不然我去 放开手脚去做 我现在投资这个项目 肯定跟之前的项目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这朋友 他投的确实 把咱项目的事不说 我信不过他了 主要是 你现在觉得 你老婆变了吗 我觉得那些 以前没有一些那种 豪爽的一种精神 刚开始 我们那时候 创业的时候 也就是一两万块钱 就开始创业 慢慢地创业创业 到后面 慢慢地做建材 他现在等于 从一个勇往直前的人 变得有点 畏手畏脚 是吧 这是生意合作伙伴 你这么评价他 从妻子呢 做妻子的角度 他变了吗 做妻子 现在我发现 越来越单小 也非常啰嗦了 就比于 啰嗦 比于我在家里抽个业 看个电视 现在就是我 看个创业的电视剧 他也在嘲笑我 抽烟过去他说你吗 抽烟过去也不说 现在我现在说了 那你能说我变了吗 那话是因为你引起了 就他们的这一段生活 代表了现在 这个年龄人群里面 特别典型 就他代表了很多 典型人群的 典型生活状态 这其实就是家庭之后 物质和情感的双重重压 包括整个的生存的状态和空间 都受到了挤压 变了之后 这么一个家庭应该怎么办 听听我们三位老师 怎么帮你们分析 听听他们做一些分析 我想他们会有一些解读的 我们一起进入到 丘比特问卷 你刚才说的这些项目 万变不离其宗 在这里面体现出几个心理 第一 你的前面几个项目呢 我看到的 更多的是 让自己把钱投出去 你想睡觉多赚钱 叫赌博心理 第二 在你们俩这个期间 这种状态下 是你们在十年情感当中 遇到了一个坎 之前感觉还不错 但如果你们在这个期间 互相推诿 那么即使现在有好的项目 我觉得也做不成 也有话说得非常好 叫家和万事兴 这边碎碎念 当然你前几次失败了 人家也会必然地出现碎碎念 担心吧 你这是加油 那是刹车 要没有刹车 我告诉你啊 你前面赚多少钱 你现在赔多少钱 幸亏你不算太有钱 要不然你今天更惨 你琢磨是不是这样子 当然我也同意说 失败了还会有成功的机会 但从这一点角度来看的话 此刻不适合做大的投资 即使说你想做 从小的地方开始做 我觉得就可以 当然有一点就是 不管做什么 前面的经验教训拿回来 如果你觉得前面做的还是对的 那老婆自然不同意 几次大的投资 跟老婆含糊其词 或偷偷摸摸 这种行为非常可怕 所以人家的不信任就在这儿了 那下一次你还会干什么 不好说 两个人在这个时候呢 先把感情恢复了 然后先从点滴基础开始做起 然后才再去掌握未来 基础最为重要 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谢余老师 好 来 曲总 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这会儿其实心里是需要 找一个突破的方向的 因为之前是有过成功 现在急需一个突破台阶 那这会儿其实是 所谓出去找项目 其实真正是找另外一个 下一个阶段的 自己的一个事业的平台 但是从你找项目 这三个字来说 可能就注定了你失败 你不是专业的投资公司 你也没有曾经的这样的经验 你看你找的 所谓的几个项目 哪一个是你曾经 接触过的行业 哪一个是你曾经了解的 那个工作内容 没有 看到只有什么 这个能挣钱 我曾经也投过几个项目 失败了 无外乎就是几个原因 第一 你了解你要投的事吗 不够了解 第二 了解和你一块合作的人吗 不了解 那为什么还这么 一无反顾地能投出去呢 就是因为 我想一下挣大钱 但当你想挣钱的时候 离你 让你上当的陷阱就不远了 做事业一定是长久的 慢慢养 开始一定是投入 慢慢之后 才有可能去挣钱 而现在让我最担心你的 就是说你现在还在找项目 收一收吧 老婆在为你做的很多 默默无稳的事情 你应该关注了 老婆让你回来 并不是说你就这么一辈子下去 而是让你稍微收一收心 把心放在应该放的地方 然后收回这个拳 再打出去一定会更加的有力 千万不要再找项目 找一个事情做 某一个事情脚踏实际地去做 不见得不能挣大钱 明白吗 妻子 其实做了很多的忍耐和包容 不错 让她收心 但是要注意方式方法 不要说她不行 人家看电视 看创业项目 人家有想法 这是非常好的事 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态度 可能短期做的行为 有点想当然了 这时候用合理的方式 合情的那种语言 让她回来 让她心收回来 好吗 她收手心 你在呀 放放心 这事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爱情 还是不错的 来 陆老师 我们在场五个男人 年龄都差 应该差不多 人到四十所说的不惑呀 我理解的这个不惑 是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知道颠颠自己的分量 人到中年有双重危机 一个是财务危机 一个是婚姻危机 婚姻危机是爱淡了 财务危机是输不起 爱淡了就不用说了 很多人到了中年的时候 往往由于平淡而琐碎的生活 导致到彼此之间的情感互动不多了 就像他有些事情也不跟你有伤有良 家里上有父母 下有孩子 很多琐碎的生活把人的情感生活弄得支离破碎 你很难有闲暇的时间来注意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而所谓的财务危机输不起 就包括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形式的转变 知识文化的落伍 又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疏忽和倦怠 而且在自始所有改行或者是转行 做重大的改变 其实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因为你的很多知识点和一些直觉 甚至对于商业的敏感你都退化了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自己的老本行上慢慢地耕耘 而不愿意去从事大的改变 因为家庭生活当中经不起大的折腾 但我想对女人说的是 你永远要记住一句话叫轻声说重话 就很多女人在男人事业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喜欢唠唠叨叨 可是我唠叨 也是为了她 对 你再怎么为了她你也要记住 你所有的负面情绪不能掩盖在她身上 你所有的负面情绪和唠唠叨叨都在告诉她说 你已经不行了 你认清楚自己的本质吧 你就这么几斤几两 你回家吧 你对她是一种极大的否定 而用轻声说重话的方式是 有些事情你只要轻声地说一次 无论她行或者是不行 都能够给她一种莫大的支持 又或者是理性的判断 好的女人能够激起男人奋斗决心 也能抚平她欲望的决心 当初她也是行的 所以无论她现在创业的成功或者是不成功 都不要用那种琐碎而苛责的方式去否定她 否则的话她只能越来越差 即便是对的项目 也被你的那些所谓的唠叨 到了最后变得没有信心 所以记住轻声说重话 而对于男人来说 要不要奋斗 要不要有畸形 我觉得人虽然年纪大了 始终还应该保持一份对于生活的憧憬 但你也要记住一句话 胸游猛虎细袖强威啊 就是你心里面有远大的理想 但是你对于战术战略 你还是要考虑风险 更重要的是要跟妻子有商有量 人可以有远大的梦想 但下手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因为毕竟不是二十郎当的小伙子 你输得起了 你现在连带的是一家子人 有商有量是夫妻之间的基础 感情互动是生活的主要内容 至于所谓日子的改善 我们要有大的愿景 但是女人要亲身说重话 男人要胸游猛虎细袖强威 好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 放下心来 守一下 就现在是需要特别稳健的时候 就你太想做那种 甩手掌柜做梦挣钱的项目 那钱啊 别忘出散了啊 揣在口袋 先别挤着头 我就是这个建议 先别挤着头 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真情六十两 老婆这么多年一直走过来 对吧 确实家庭里面负质了 也负质了很多 对吧 这前几次的投资呢 失败呢 我也是想多赚点钱 为了我们家庭日子 过得更加好一点 所以讲 我也去 穷斗地去奋斗 所以讲 你为家庭里面 付出的也很多 其实 我也感觉得到 我也看得到 你为儿子 对吧 家庭的付出 我也相信 我有这个能力 能够把我们这个家庭 经营好 把它 很有信心地 把它过得更加幸福 美满 希望你以后 能够多为家庭考虑 为我考虑 你们俩进专门之前 最后再说一句话 看不清楚的时候 五好钱袋子 最关键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关门 我相信这对夫妻 会选择在一起的 咱们看看吧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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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感谢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 伊贝斯 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斯 纯净面膜 提供的奖品 来 见证这对十年夫妻的 浪漫一刻吧 各位请见证 太浪漫了 谢谢 好好爱她 信任她 好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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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回 谢谢 感谢了 谢谢你们